欢迎第37届香港电影 这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创办36年以来最轰动离奇的一幕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大姐一上台 台下一众港星大咖集体起身 为她整整鼓掌了三分钟 2018年香港金像奖颁奖礼上引发现场高潮的人 不是出道25年首获营地的古天 而是这位穿着朴素长相普通的大姐 那么这位大姐到底是什么来头 却凭借一级之力打破了金像奖的规则 想收到金像奖的最高领域 整个香港影坛明星大咖 无疑不尊称她一生廉津 她叫杨若莲 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 是剧组里在普通不过的茶水工 那她对香港影坛有何贡献 才会被整个香港明星大咖 如此尊重和爱戴 成龙又要评价她 她如果不在我们身边 大家都会叫救命 她的职位就叫茶水 按理说 剧组里这种小角色压根不会引起人注意 可是像张广荣 刘德华 梁朝伟 古天乐 甚至知名大导演只要一开工 都离不开她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影坛刚刚展露头角 杨若莲竟然介绍成为了一名茶水工 入行第一天时 制作人对她说 你只要负责导演和主演们的茶水到位就可以了 可谁想不到 她竟成为了第一个打破规矩的人 开始的时候连姐海山剧组要求 给主要演员和导演端茶倒水等琐碎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 连姐发现一些搬道具的幕后工作人员更辛苦 心远的连姐想着 出来挣钱都不容易 要不就多准备水杯 一并照顾吧 到了最后 全剧组的所有人几乎都需要杨若莲来照顾 大到张国荣 周润发 拱立这样的国际大咖 小到跑龙套的临时演员 反正只要是在香港拍过电影的明星 几乎全部都享受过她的妈妈式服务 可随着服务的人越来越多 难免会将杯子弄混小 于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杨若莲就在不同的保温杯上 贴好各自的名字标签 然后靠着死记应杯的方式 记下每个名字的形态 除了不能把杯子给错之外 她还要学会察言观色 只有时时刻刻地盯着他们手上的动作 才能抓住间隙 见凤叉真的给工作人员们递上一杯水 考虑每个人的口味不同 杨若莲总是默默记下谁不吃了 谁又爱吃甜 哪个导演只喝茶 哪个又爱喝咖啡 她还会根据季节变化挑选合适的饮品 夏天准备绿豆粥 冬天就准备银耳汤 除了这些小细节之外 杨若莲还会用各种方式来让剧组的人多吃点 这些年她见过照顾过的明星 导演 制片人 最后都和她结下深厚友谊 就这样一天天 一年年 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 无论天晴下雨 风吹欲晒 剧组在哪 连结就在哪 她见证了香港电影巅峰甚至衰败 这些年 她服务过的大明星数不胜数 如张国荣 刘德华 巩丽还有谢霆锋等人 连结是看着他们从青涩模样 成长到红透半边天的大明星 堪称香港电影界的活史书 杨若莲只是幕后的幕后 但这一份茶水工却被她做到了极致 或许正是因为这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和体贴 感动了太多人 所以在2018年香港金像奖上 评委一致同意给她颁发了专业精神奖 这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首次将专业精神奖颁给一位茶水工 成龙更是专程飞回香港为她颁奖 而在之后连结出场的一瞬间 香港影坛所有从影人全体起立 第一次见这种大场面的她 也没有准备什么演讲稿 只剩最简朴的语言 向在场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那一刻 她就是舞台上最闪耀的心 杨若莲可以连一件普通的事情做到极致 这就是专业 因此杨若莲能够获得专业精神奖也是实至名归 连结让我们知道坐一行爱一行 热久天长 您所热爱的都会反过来拥抱